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你记得 是多方趋势 不是空 所以请你记得 耐住性子 什么时候才可以空 工具转K棒颜色的时候 你一定知道在哪里空 但是绝对不是现在好不好 昨天是不是跟你讲了 既然是一个不像多方趋势的多方趋势 如果假设你是有做空的,你昨天晚上看到美国跌跌,现在要来看江亚老师落差,跌到了,因为美国大跌跌了100点,结果今天我们台股有狂跌吗? 好啦,如果25点算狂跌的话,我也OK啦,但是台子期,请问一下才跌几点?跌不到10点,10点没够,所以重点在哪边? 所以这个盘次还是一样,江亚老师跟你讲,从昨天,江亚老师跟你讲定调了,接下来的日子,礼拜四礼拜五,下个礼拜三之前,总共有五天为了一天而活,那一天叫做台子期结算嘛,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所以今天仍然是为了要台子期结算的日子来过喔,所以当然就来看,到底现在区间框在哪个地方? 昨天是不是有跟你讲选择权?然后另外一个有跟你讲什么?那个法人的换仓成本啊,六月份法人换仓成本在哪边? 江亚老师是不是也告诉你了?你应该有抄起来,对不对?所以江亚老师就不再跟你讲了,那是一个很强力的支撑,非常非常强力的支撑喔 好,那我们一样,再来看一下选择权的一个部分,那今天江亚老师有说要送大家一个数字嘛,这个数字很重要,而且到下个礼拜三之前都是用的一个数字 你看,江亚老师很用心,对不对?不能给你送一天而已喔,到下个礼拜三都可以用,所以你重点要知道要听喔 来,所以我们赶快的看,选择权到底框在哪个地方?来,我们看一下支撑的地方 9000点感觉很远的,感觉好像很远,对不对?没有错,9000点的位平商量有53000口 8900更远的63016口,所以你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庄家在读什么东西啊? 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好了,先把这个数字给他review过,我们再来看到底要怎么做 好,8900就是一个实质的支撑,9000点也算,但是太远了,太远了 等一下再跟你讲,为什么庄家要这样子压,让你学几招喔? 好,那我们看一下买权的部分 好,买权是不是58280口的9200的合约 所以呢,9200感觉就是一个实质的压力喔,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吐啊吐吐啊吐吐,吐不过,为什么? 因为9200的合约总共有庄家压了58000,280口在这个地方嘛 所以还是要稍微尊重一下庄家,对不对? 那更大的压力就是要9300,70475口,9300 所以菅阿老师是不是跟他讲说,有可能到下个礼拜三之前 9300这个数字应该看不到,菅阿老师只能看到下个礼拜三 因为就以这个数字而言,菅阿老师跟你讲 7万口是真的很大的一个压力 5万口是一个实质的支撑,6万口压力很大 你更遑论是7万口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选择权的未平常量整个画面喔 你知道为什么菅阿老师要跟你框起来这个东西吗? 有时候你想一下,为什么庄家要下面也压,上面也压,你知道吗? 他就在赌一个东西,赌区间 他就在赌一个区间,赌一个东西就是什么? 如果假设我是个卖家,卖家的话这边也卖,这个也卖 我就跟你讲,你的区间会被框起来 你不会往两边突破,我就全力金,我就通收了 这就是卖方的一个手法,这样了解了齁 所以有时候,菅阿老师都跟你讲,你一定要懂的时候你才去做 不懂的时候你不要黑白折啦,所以压力很大喔 9300点的合约的压力真的很大 9200又是一个实质的压力 好,那现在是不是收在9204啊 那是不是觉得9000点的一个合约太远了,对不对? 那到底实质的压力,到底实质的支撑在哪边? 压力已经告诉你了,9200跟9300喔 那支撑呢?我告诉你,这个支撑可重要了 这个数字真的你一定要拿到 如果你没有拿到,下个礼拜三之前,就像今天 你是不是压力再扑下去啊?你扑下去后,不要拔的时候再扑上去 你要脱几次?你要做错几次啊?一次够吗?两次 你看你已经错了六月份整整六月份的合约 你每天都在做空,不要再压力做啊好不好? 所以这个数字实质的支撑喔,就在这个地方 绝学筹码多空交战的点位 就打在这个地方 健安老师有说过嘛 是不是这个数字要送给大家 这个数字请你记得 你一定要要到 而且这个数字到 下个礼拜三之前 一样试用 到下个礼拜三哦 这个数字哦 感觉还蛮划算的 一个数字用好几天 对 而且很划算 你花了一块钱 你可以用四个工作天 超划算 礼拜六礼拜天 如果你无聊的话 你也可以拿出来看 所以你可以看五天 好啦 开玩笑 所以在操作的话 真的用得到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做什么动作 我们再看一次哦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数字的话 健安老师真的强力建议 你要不要打随便你 只是建议你说 你这个数字你一定要拿到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做什么动作 一样的 卡里七口好不好 花你一块钱电话费 然后做什么动作 线上的助理人员 等一下就会告诉你 到底绝学筹码 多空交战的点位 打在哪个地方 这个数字比那个昨天给你讲的 法人换账成本更好用 你知道为什么吗 法人换账成本是换了两万口的嘛 你也知道嘛 换了两万口 那你知道多空交战的点位 已经打了多少万口吗 N万口 超过十几万口 那你觉得那个支撑 会不会是一个很强力的实质支撑 会吧 所以这个数字重不重要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江老师给你勾募哦 真的哦 给你一块 等一下广告的时间哦 打一下哦 线上的助理人员 就会告诉你 到底绝学筹码 多空交战的点位 打在哪个地方 请你赶快把它记起来 然后呢 下个礼拜三就试用了 你就不会乱空了 这样了解了哦 江老师就讲完了 对不对 那请你记得哦 要有耐心 打电话的人一定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好不好 不然这样针线恐后 这样电话刺激他 所以请你记得 要耐心性质哦 好 那这个数字讲完之后呢 请你记得打电话 然后第二个 来解决一下 今天你当冲了 又来了 对不对 如果假设江老师跟你讲的 当冲不好冲 真的就不要冲啊 真的是这样 你没有方法 你不要乱冲 你看今天是不是又横盘 整理盘 你跟我说 收完盘的时候 你告诉我要怎么做 就再给这个盘 再给它放空 对 没有错 很聪明 因为这收完盘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 我也会 你也会 但是你真的这样做吗 找盘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掉下来了 好不容易登到这么弱的一个盘子 我来给它追空一下好了 真的给它空下去之后 尾盘 哇 它又扭起来了 又来了 每一次都这样 对不对 所以 如果假设你心里面是想做空的 你心里面只有一件事情 你每天就想要 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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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不然又扭起来了 但是我们的学员会不会这样做 不会 不要三半 怎么说 看了你就知道了 今天的盘是长这样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 15分钟的K棒 开盘在这个位置 开盘这一根 收盘的时候是这一根 你有没有发现 是逢压力空 而不是在这边空 所以今天运用工具的话 最起码还小赚出厂 安全下装 但是如果你在这边空 不好意思 你是赔钱出厂 根本没有安全下装 所以插在哪边 你的K棒不会变颜色 建安老师的K棒可以变颜色 所以我们的学员就知道说 今天到底要怎么做 昨天是跟你讲多方趋势 今天是一个盘整盘 所以你就逢高空 逢低间 你看这样子操作期货 哪有很难 没有很难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想一下 建安老师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 真的运用工具的话 真的可以帮助你判断多空 对 好 那其实在这边 大家也很好奇的就是 除了用这工具可以判断多空之外 是不是筹码也可以来看一下 到底现在盘势是多还是空呢 今天这么闷 外资是不是真的没有出手 好的 有时候想一想 真的是这样吗 搞不好是另外一只手要出来压盘 建安老师有说过 就以Pull Call Ratio来看 要不是另外一只手在压盘 有没有 跟你讲 你早就那个做空的 早就扛到不知道什么 哪个地方去了 怎么说 我们看一下 也许市足赛很重要 但是外资有没有 买股票也很重要 你看 今天又买超了20亿 有没有 虽然要踩到卡车有没有 同样 买了20亿 只有投信真的去看 踩卡车 投信卖超了9.8亿 那自营商总共买超了3.4亿 所以这样加加減減的话 总共是买了13.7亿 结果今天台股是跌24点 有没有 3万又来了 又来了 不管他 反正他要做压盘的动作 就让他压吧 建安老师跟你讲 谁控方向 外资控方向 不是哪一只手控方向 哪一只手只是为了要控 那个波动度而已 所以外资的一个部分还是做买超 三大法人还是想要买超 所以我们就给他中性偏多 一点点思考就可以了 因为没有很大 好 那我们看 期货的部分 哇 掉到2万口了呢 但没关系啦 剩几天 纯4缸而已 只有4天就要结仓了 所以让他平仓了915口 应该还OK吧 对不对 那自营商的部分就把他接过来了 接了1454口的多单 所以这样加加减减的话 进多单还是稍微往上升一点点 但是数字不是太大 所以一样中性偏多看待 两个数字 一个中性 一个中性偏多看待 好 那我们看选择权 选择权 选择权已经跑光光了 为什么 来 我看对吧 那个外资只剩下7400而已 然后呢 自营商只剩下3600 你会发现跑得很快 对不对 因为今天外资偏空 7400 自营商偏空操作5900 所以这样加加减减的话 哇 一直往下掉 所以这个数字 江老师跟你讲 直接中性看待就好了 不用偏多了 直接中性看待 有一点点中性了 所以不用再加一个偏多了 好 那另外一个看poco ratio 今天江老师是不是在昨天有答应说 要跟他解释一下 poco ratio为什么对于我们操作 起货那么样的重要 等一下跟你解释哦 好好听一下 很少人会教你这个东西 来poco ratio 1.55 周天多少 1.53 前天多少 1.54 你有没有发现 江老师好像计算机 一样都把它背起来 因为存在我的dram里面 为什么 1.55真的很大 超级无敌大 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个1.55 江老师一直跟你讲说 它超级无敌多 你知道吗 好 来 我跟你讲 有时候你静下心来 江老师跟你解释一下 其实poco ratio要懂 很简单 没什么撇步 把你教你就可以了 怎么说 如果假设有一天 你是想要做多的 你会做什么动作 你是不是会去买进call 对不对 买进买全嘛 对不对 那如果假设 你是做空的 你是不是会买进卖全 好 那这一路来 从8800一直涨到现在 谁赢 是不是买call的人赢啊 那如果是买call的人赢 你觉得要怎么样 所以我们看一下 如果poco ratio 可以帮我take一下这个地方吗 如果poco ratio 是call赢 沿路上涨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call会不会继续加码 不会啦 一个人贪钱啊 干嘛要加码 是因为put的人才会要加码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赔钱了 所以他赔钱的时候 会做什么动作 当然就用那一招啊 加码 摊 平 那一招 所以为什么poco put一直加码 摊平的时候 poco ratio 是不是就被拉起来了 这样了解那个意思了没有 所以啊 如果假设你还看不懂的话 江老师一直给你勾不勾 选择权是以小不大 不大没有错 比那个台子骑的杠杆更大 但是如果你不懂 你不要做 好不好 你真的不要做 否则的话 你看这一次很明显的 1.55 请问一下谁 谁刮掉 不是一般三户刮掉吗 不就是这样 搞不好我们的观众朋友 是其中一个哦 不要人给你鼓勾 说好 选择权 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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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这一次呢 你真的搞不好会藏到归零膏哦 这样了解 今天江老师稍微花 多一点点时间 跟他解释一下 所以江老师给你的数字 每一天你真的要认真看 其他论坛真的很好看 不是因为江老师帅 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内容真的很棒 好啦 是欣云漂亮 没有人吓到我 刚好 好啦 是欣云漂亮 所以他这个节目好看 好啦开玩笑 所以江老师给你的内容 真的很棒哦 好不好 来最后我们来解决一下 散户多空的力道 昨天是-33 现在来-32 所以还是一样 因为也快结算了 所以这个数字 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参考价值了 所以稍微偏多思考就可以了 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无非就是要让大家听得到 听得到最重要 听得懂之后 操作期货一点都不困难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八大光谷航库的部分 其实好像今天江老师讲话有点快 是因为太热的关系 怎么会讲越快 好啦开玩笑 来 那我们看一下 昨天的八大光谷航库的话 站在卖方 卖了8.8亿 不管他 反正这个数字的话 大家都知道 哪一天 如果三大法人跟八大光谷航库 同一天买超的时候 那那天就要落红了 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筹码都看过了嘛 对不对 Poco Ratio也解释给大家看了 那当然我们就来看 到底现在 那个 K棒的颜色长怎么样 来 答案揭晓 大盘日剑级的K棒 是不是还是红色的 然后我稍微给它放大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你会发现 哦 江老师 怎么又变成粉红色了 对不对 又来了对不对 江老师最担心的就是粉红色的部分 所以 还是一样不像多方趋势的多方趋势 仍然存在 所以 如果他长得慢的时候 就请你记得 胜防回挡 那回挡到哪个地方 它是一个强力的支撑 你知道吗 不知道对不对 想不想让健安老师告诉你啊 想对不对 好 跟你讲 再讲一遍哦 我跟你讲哦 健安老师已经跟你讲 压力师在从选择权的状况来看 是9300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 到下个礼拜三之前 健安老师认为很难突破 但是支撑呢 也很难跌破 支撑在哪里 在这里啦 9问号 为什么 绝学筹码多空交战的点位 打出了一个新的地方 跟之前的地方完全不一样 那到底这个数字在哪边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健安老师跟你讲 下个礼拜三之前你先退场好不好 真的 否则的话打到那边的时候 搞不好你是追空 我们的学员是知道要去给他接多单 差就差在这个地方 想不想知道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花你一块钱 花你一块好了 等会说到的时候 会记得卡一桶电位 线上的助理人员 就会告诉你 多空交战的点位 到底打在哪个地方 这个数字就可以让你用到下个礼拜三 很划算 一通电话可以用四天 真的有够数息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不要忘记打电话 对 好那接下来时间 既然要带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又有哪些码冲出去 好的 这时候来了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感觉好像震动很大 对 之前的强势股是不是一一都回档了 对不对 那健安老师的强势股 有没有一一都回档啊 感觉好像还有一匹码 对不对 还是一直一路的往前冲 一路的往前冲 而且这一匹码已经告诉你很久了 只是你不相信而已 当你不相信的时候 它就会一路的往前冲 怎么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要请导播帮我上一档股票 它的日内走势图 分时走势图 就是6166的零滑 这个是不是我们最早讲的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盘中还是摸到涨停 尾盘收在5.59% 我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心里的眼神 有没有 那个很刺眼的眼睛看过来 很羡慕 很羡慕 OK好 那你如果假设你没有可以帮我颜色 你觉得你会抱得住吗 你不要骗我了 监谣老师跟你讲4天了啦 矽缸 足足这4天 你任何一天你进场 到今天尾盘把它卖掉 你都是赚钱的 问题是你有没有买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监谣老师会选出这一档股票 答案不就是这个吗 来监谣老师跟你讲 我们先把那个散马理论看过一遍 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 临滑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监谣老师跟你讲 今天明基场是不是也收红啊 对不对 现在置身稍微回档一下 最早接牌的这三档股票 都没有落彩都没有掉期 重点是你要放在自选股里面 千万不要因为它涨多了 你就觉得它快要掉掉掉掉掉掉下来了 不会啦 为什么它是强势股啊 那我们来review一下 为什么监谣老师会选它好不好 就是因为K棒的颜色 真的 你只要运用K棒的颜色 你就可以把它操作得好 怎么说 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如果假设第一根红K棒 你进场做多60.8 到昨天是68块 你是不是赚了7.2块啊 那经过一天之后呢 到11块了 将近4块钱的价差 一天 就这么一天 而且监谣老师还是接牌的 对不对 监谣老师不是看白的哦 是接牌的 那接牌的你还赚不到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这样了解齁 所以重点在哪边 因为你没有K棒的颜色 你会怕 你会害怕 所以还是请你把运用K棒的颜色 真的可以让你在旋鼓的部分 做得比较顺畅一点点 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 因为现在大阪是不是不像多方趋势的多方趋势 这时候要懂得要改一下你的节奏 提醒大家 如果假设你是运用工具的学员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忠实的观众朋友 建安老师真的要提醒你一下 怎么说 来 把握一个原则 既然他不急功 就请你不要用追的 为什么 因为建安老师跟你讲 要活在当下 一定要好好享受一下当下的惯性 这时候就是不像多方趋势的多方趋势 那就严格来说 不就是一个横盘整理盘吗 就是个盘整盘啊 盘整盘的时候 建安老师不是跟你讲 对大盘要有见解啊 对大盘要有见解 当你对大盘有见解的时候没有 你的策略就不一样了 来 直接 这时候怎么办 请你做多强势骨 但是 请你有耐心一点好不好 你要回挡接 你绝对不是用追的 那如果冲出去的时候 请你急掌出 这样了解 意思是吗 所以重点就是 如果假设你了解了这个节奏之后 这个tempo之后 你今天有没有在回挡的时候接啊 还是你回挡的时候 就一直砍股票 一直砍股票 等急掌的时候再去追 你有没有发现 你光这样子洗来洗去 你就赔钱了 这样了解 所以对大盘要有见解 建安老师真的是 很懂懂跟你讲 所以请你把握这个原则 面对现在的盘势的时候 请你把握一个原则 强势骨 等它回挡的时候去接它 然后那个 那个冲出去的时候 急掌的时候 请你懂得做挺立的动作 现在你在操作起货 就可以有获利 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马上回来 你有看到我这只小丑鱼吗 西施排汗 金打桑 会呼吸的小丑鱼西施排汗山 台湾制造的哦 善用工具抓转折 顺势交易又坚持 理财铁则就这些 习惯成自然 教嘴1.3吧 行动真的很好喝 运动就要行动 行动动能饮料 哇 甩掉农药 欧盟有机双韧症 Dokers不明了火酥劲 跟着Crystal Ball 一起进入五茶小时光 几点送五茶杯组 五茶盘 最爱的几点在全家 还有加加购哦 甩掉农药 欧盟有机双韧症 Dokers不明了火酥劲 甩掉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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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则就这些 习惯成自然 教嘴1.3吧 02-2506-8911 抗议 2.3 5-0.0 10.3 探索生活即可展开 就和都会清修旅FORD ECO SPORT 一起发现未知的惊喜 顶级安全和绿能油耗 实现你的移动向往 有了都会清修旅 无论你身在何处 探索世界说走就走 全新ECO SPORT 要你发现更多惊喜 这下有FORD 马上来试驾 童万节热气球任你玩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齐聚看台股单元 今天要教大家 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来探索了 那既然最近好探索吗 今天会不会有一点困难 对 感觉很黏对不对 好 那就说来 很黏的话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你就要框住它嘛 第二个要不然就好好的睡觉 前阵子是不是都黄色K棒 那重点是 你怎么知道要睡觉 还是要好好的框住它 不知道工具会告诉你 就是这样啊 所以请你记得把握一个原则嘛 姜安老师教你的节奏 真的很重要喔 好不好 然后呢 请你懂得一定要辨别 到底今天是顺势还是盘整 其实说穿了每一天 就是这两个盘是来困扰你 因为顺势盘跟盘整盘的做法 是不一样的 顺势盘就像姜安老师教你的 要敢追 但是如果盘整盘 你就不能追喔 你一追的话 刚好就追高点 就是差别差在这个地方 那你有没有方法来辨别啊 如果没有的话 工具可以喔 15分钟的K棒 会告诉你是黄色的K棒 然后呢工具会告诉你 压力在哪边 支撑在哪边 所以就这么简单 所以今天只要用一个准则就可以了 用15分钟的K棒 而且姜安老师常说过的 如果工具遇到盘整盘 当天就是个送分体 什么叫送分体 黄色的K棒跟你讲盘整盘 压力也告诉你在哪里 支撑也告诉你在哪里 这不就是在考试一样的 送分体 好像考试的时候 open不可一样啊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送分体 这是台子起的15分钟的K棒 来我解释一下 开盘在这个地方 收盘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把时间拉回来 一开盘的时候 一开盘的时候 是不是黄色的K棒 而且一开盘 黄色的K棒出来 马上告诉你哦 支撑是在9171点 压力是在9211点 来你想一件事情 今天早盘一开盘的时候 你心里面在想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盘是超级弱 我也知道 你也认为他超级弱 好 那重点是你要有一个好的空点 这个才是重点 好的空点才可以让你获利啊 那如果假设你的好的空点 根本不知道在哪边 你觉得你今天会获利吗 你今天如果去追的 用追空的 你今天是赔钱 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空点 你今天是赚钱 怎么说 来工具是不是告诉你 9211是一个空点 所以你就要耐心的等他嘛 等他 等他碰到的时候 你再出手就好了啊 你需要在这个地方 欧白中吗 你没发现 尾盘的时候拉到9215 是不是有空到 尾盘的时候又打回来9204 请问一下 这样不是也安全下庄 而且还有小小的获利 最起码便当钱也赚起来了吧 应该是好几个便当钱 对不对 结果呢 你今天好几个便当钱 又吐给市场了 不管是多方趋势 你也做不到 放空了点 你也做不到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表示你的方法一定有问题嘛 不要再坚持了 如果你的方法有问题 一定要把它换掉 一定要听江老师的劝 换掉 不然你就好好休息 你要去深山里面修炼都没有问题 但是重点是你的方法 现在就不适用 等我再用啊 了解 所以我们来对照一下 台子骑得15分钟的K棒 前几天是不是跟你讲 多方顺势盘 但是为什么今天 它就是一个盘整盘 因为工具告诉我是黄色的K棒 但是你的工具呢 有吗 你是不是黑白做啊 你又黑白做啊 了解没有 所以当你的方法是不对的时候 请你记得一定要先退场观望 否则好好的运用江老师所使用的工具嘛 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不就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了吗 奇奇怪怪的问题了吗 天然最好 简单的最好 把K棒的颜色准备好 再把操作周题给它固定 剩下的就剩下 请你按表操课 所以 明天的关盘重点 自己cue自己好了 明天的关盘重点是什么 忘记了 如果假设你不知道这个数字的话 简单老师已经跟你讲了 从选择权来看 压力是9200跟9300 9300的压力会比较大 到下个礼拜三之前 简单老师认为看不到 第二个支撑在这个地方 绝学筹码多空交战的点位 打在这个地方 九三个问 你想要知道后面三个问 到底数字是多少 你想知道吗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等一下广告时间 花你一块钱 花你一块 如果你打电话进来 建安老师的助理人员 就会告诉你 这个数字 到底打在哪个地方 也就是说 明天的关盘重点 当然就是9300 跟这个数字 框起来的区间 如果框得很好的话 我相信你在做当冲 或者做波段 到下个礼拜三之前 都可以按个赞 对 好 谢谢 既然来为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 那期待论坛 也会持续带你掌握 整个大盘的趋势 以及各别类股的方向了 明天同一时间 下午三点钟 我们再会 拜拜